野花变成了致富花 都源于一次意外事件 我的手臂不小心烫伤了 我妈给我跑上山去 给我摘了好多花 给我捣乱就糊了 要知来龙去脉 科技院马上为您讲述 各位好 欢迎来到科技院 今天想跟您说的事 发生在山西省五湘县 有人种了这么一种植物 一到每年的七月份 天年早上都可以采到 金灿灿的大花 而且可以持续采上一百天 当地人都说 采着金色的花 那其实就是在采钱呢 一大早 大田里热火朝天 大伙干劲十足 趁着花开得最盛的时候 要赶快采摘下来 这花还真是漂亮 黄灯灯的 一朵有巴掌那么大 你知道这是什么花 摘下来又要做什么用呢 山西五湘的郝伟红是这些花的主人 大伙去采花就是他吩咐的 这要金花葵 这是可以吃的 挺香挺甜 非常入口 香甜 金花葵 估计听过的人不多 难怪大伙猜不出来 可是要说黄秋葵 估计有不少人知道 我们科技院栏目也报道过 金花葵和黄秋葵 在植物分类学上是同属的 黄秋葵的果子可以做菜 是现在市场上卖的比较火的蔬菜 金花葵的嫩果 也跟黄秋葵一样可以吃 但它更特别的是 它的花也可以做菜 而且营养比果实更丰富 胶原蛋白 维生素E 生物黄酮的含量也很高 先采烧的金花葵 要在四五个小时之内送到饭店里 厨师能把金花葵加工成各式菜品 四身花葵 这不 这不 郝伟红今天就送了不少货 这上午卖花挣了不少货 还行吧 一斤花 差了八十来斤吧 一斤六十块钱吧 吃起来块钱 要说这金花葵能吃 其实也不是一件新鲜事 早在几十年前 山西长治一带的很多村子 家家户户都吃过这玩意儿 只不过那会儿不是吃花 为此 郝伟红还专门带记者 去看了一样东西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这就是金花葵 当年叫地狱批 三年前老百姓就都种这个 我父亲三十年去 发的这个杆楼烧的 包床下来就吃料的时候可以吃 这东西可以到杆楼吃 没想到金花葵的杆子 还可以当粮食吃吧 当时候我们很困难 老百姓没有吃的 就是这个口料不够 所以是种少这个东西了 在困难时期 细粮少 老百姓吃的都是高粱面 玉米面等粗粮 这些粗粮蛋白含量少 没有粘性 很难做成面条 金花葵的花 果甚至金杆根叶里面 都含有丰富的果胶和多糖 等组成的粘性物质 把金花葵干枯的杆和叶粉碎以后 磨成面 加进粗粮里 它的高聚糖胶等粘性物质 就能够把玉米面粘合成面条 压制出山西人最爱吃的和乐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年在这个八楼中中部 在五小的时候 刘白昌登小平 杨桑红登 老百姓赶面加了 就是在咱们十倍 阻挡了很少时间 当时候呢 他们就撤这个荷兰苗城 咱们叫金花葵 那时候咱们这个老八楼 就撤这种东西 十年来之后就卷种了 就职榜上就卷种了 就追不到追不到这个东西 后来情况变了 细粮多了 种金花葵的少了 在当地几乎就见不着了 就是这差不多快 绝种的金花葵 郝伟红又十多开来 重新在村里种植 而且一种就是三年 如今这种植面积还不小 郝伟红是土生土长的农家孩子 当时为了多挣钱 才离开农村 前几年开过饭店 搞过工程 拉过煤 为什么他又要回过头来 回老家 种起金花葵呢 一种神奇的野花 居然能对烫伤起到修复作用 时隔多年 在郝伟红的心里 一直就没有放下 这朵神奇的花 当时这块大密集烫伤 你看现在恢复都挺好 这还留一点小把 之后没有啥问题 后来郝伟红做过很多生意 有了一些资金积累之后 他对这种野花的兴趣 越来越浓厚 他想 如果能把这种野花种好了 不仅能够帮助那些烫伤的人 解除他们的痛苦 而且做成药 不是也能赚钱吗 于是他四处打探这种花 后来他从网上查到 这种野花叫金花葵 本草纲目里介绍说 金花葵可以清理湿热 消炎症痛 内服主治武林水肿 外用治疗汤水烫伤 郝伟红还了解到 金花葵能够药食兼用 还有保健功能 其中花里的生物黄铜含量最高 于是他想开发金花葵 首先从最简单的做起 把金花葵的花当菜吃 郝伟红把开发金花葵 当成了新的事业 2010年 他开始搜集金花葵的各种资料 四处找种源 终于打听到 山西农科院的老师手里 有做实验的金花葵种子 种子拿回村里种植 郝伟红确实费了不少功夫 把流转的300多亩土地 都提前施上最好的有机肥 里头有个万头猪肠 它那个万头猪肠 样猪了 但它那个粪没法处理 正好就是直接放在这 开葱一开 那土地特别好 村里人对郝伟红种植金花葵的事 也非常支持 郝伟红他们好水好肥地 把金花葵伺候着 想着等上60天 金花葵就可以开花结果 又收上了 可是到了7月份的时候 这金花葵一点动静都没有 当时这个杆长得特别旺 就是长得非常快 长得也感觉特别凶 但是到了7月份的时候 应该开花 但不叫花里 就没有一个字 就叫开花的样子 金花葵就是不开花 这让郝伟红很是郁闷 郝伟红做事向来很缜密 在之前 他就已经为自己 这300亩的金花葵 找好了销路 供给太原各大饭店做菜 大家都等着 今年好好地推推这个新菜品 可是到了季节 还供不上花 这照顾得好好的金花葵 为什么就是不开花呢 郝伟红把当地的农业专家 都请来为自己的金花葵支招 专家们到田里一看 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郝伟红是太宝贝金花葵了 村里人也是实打实地照顾着 水肥给得太足了 结果反而养出了毛病 金花葵旺掌了 专家指出 植物的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 是需要均衡的 营养太足 反而抑制了植物的生殖生长 也就是光长个不开花了 就总结啊 就感觉给他 太不太到饱了 就吃肥 搅水了 他刚刚刚了 不找花了 风长 就是给他吃的太多了 一句话就是 粪肥太多了 反倒是走了弯路 不开花了 但郝伟红他们要的就是金花葵的花 没有花就没有效益啊 专家说 针对这种情况 只能采取办法补救 一扭叶 叶片到金杆的围管组织 会稍微受阻 也就是叶片光合作用 制造的营养物质 不能够那么顺利地 运送到植物的全身各处了 这样就阻止了植物 精叶的疯长 有利于花类的生长 在专家的指导下 郝伟红组织大伙 把望长猪的叶片 都给扭了过去 虽然这事费功夫 可是就这么补救一下 没过多久 这花真的就开了 郝伟红从这事上 也受到启发 这种金花葵 还真不能大水大肥 听他妈妈说 野生的金花葵 随便在哪儿 都能长得挺好 特别耐贫瘠 现在种进大田里 更得需要控制施肥 好家伙 这金花葵的花一旦展开了 就来势凶猛啊 不但每天都开 而且每株 每天能开上三到四朵 这一亩地种了两千多株 每株每天 就算是开三朵 那也得有六千多朵花 花的产量太高了 大大超出了他预计的量 仅仅饭店预定的花 就换了不少钱 郝伟红真是挺高兴的 高兴之余呢 他又还纠结了 为啥呀 这卖仙石花 只用到了百分之二十的花 那绝大多数剩下的花 要怎么办呢 康彤是郝伟红的合伙人 一起来开发金花葵的项目 两人一合计 决定把一部分花 做成花茶 花的产品 花磊红干八个小时 就能够成为金花葵茶了 三斤鲜花能烘至一斤花茶 这就是金花葵花磊红干的口茶 泡起来是金黄色 喝的口感非常融化 金花葵茶汤金黄澄清 茶形漂亮 味道清香 很多喝过的人都是赞不绝口 感觉很好 颜色各方面感觉非常不错 味道也非常香 康彤请朋友们来品金花葵茶 大伙觉得他们的产品开发还远远不够 感觉现在是有一些单一 我觉得他们这个东西最重要的是要把这个产品附加值提高 大家建议是不是在金花葵的种子和金杆上也下点功夫 为了提高金花葵的附加值 郝伟红他们专门进行了种子榨油实验 实验发现 七斤金花葵种子能够榨出一斤油 金花葵油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达到了70% 维生素E高出牛奶上千倍 富含多种微量元素和天然黄酮类化合物 在市场上的卖价高达300元一斤 用种子来榨油比卖鲜花和花茶价值高多了 这金花葵油除了可以食用 还可以作为高档的润滑油化妆品的原料 加工金花葵油能够大大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郝伟红他们决定采20%的鲜花用于做菜 30%的用于做茶 其余的50%都留下开花结果 留着种子榨油 要想多出油必须有更多的种子 要想种子结得多 必须让花尽可能多受上粉 这样才能够多结出饱满的子粒 为了能让花多受粉 康童领着郝伟红去找一样东西 康童带郝伟红看的原来是蜜蜂 蜜蜂的确是帮助花受粉的好帮手啊 我建议老好引点蜜蜂过来多受受粉 让它多些点果子 康童把蜜蜂引到了鲜花葵地里 他满心希望蜜蜂能够帮助鲜花葵受粉 可哪想到 这蜜蜂就是不上去 谁知道那小动物怎么想了 因为它不想不够吸引 这个花的肯定是不甜啊 甜的话蜜蜂肯定要去 正当他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请来的专家为他们揭开了各种缘由 原来金花葵的花本身就没有什么蜜蜜 蜜蜂自然就不会来采蜜了 可连蜜蜂都不来 它的花又是怎么完成受粉的呢 金花葵是自花受粉植物 也就是一朵花里自己的花粉 借助蜂蜜等就能够落到自己的柱头上去 看来往地里放蜜蜂的确是多此一举 它们这么用心 居然和大量施肥一样 也是走了弯路了 这事呢 让它们自己也觉得有些尴尬 不过 这又给它们一个实证 要想真正搞好种植 就得要了解作物本身的习性才行 专家说 虽然蜜蜂没用 如果能有一些昆虫帮忙授粉 效果当然会更好 甲虫就是一个很好的传粉帮手 甲虫在花心里爬来爬去的时候 就能够帮助金花葵瘦上粉了 为了吸引更多的甲虫 专家建议 金花葵地里不要除草 要让杂草生长起来 保持生态平衡 就能够吸引到更多的甲虫前来授粉 开完花之后 我去看结果 你看一朵花结个果 它是结结高 金花葵结果很有意思 是随着金杆的生长 从底下一直往上结的 所以专家建议 最有效提高种子饱满度 提高产量的办法 就是及时给它打顶摘芯 生态引甲虫和打顶摘芯的方法 都能够帮助金花葵 提高种子产量 一亩地就能够收获300多斤种子 不仅种子榨取的油 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就连榨油剩下的油渣 也有价值 这个是金花葵种子榨取的油渣 这个不是废物 这个里面可以提取生物黄铜的 生物黄铜是药品 食品和保健品的纯天然原材料 每亩金花葵能够产200斤鲜花 能收300多斤种子榨油 金杆还能够磨成面 做面条 金花葵浑身都能利用起来 附加值很高 同志们好 你们在干嘛呢 解我的金花葵呢 我的士兵 我的战士 我们计划三年内 要在全县15个县政内 全面推开 力争让这个项目 每年为农户增加2500到3000元的收入 现在有很多朋友都转型投资农业了 其实农业上也有很多好的项目 可持续性强 投资回报大 前景光明 但是呢 这需要您能够前瞻市场 抓住机遇 以科技为指导 并且持之以恒地做下去 好了 如果您想获得今天节目的相关资料 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显示的 其他联系方式获取 感谢您的关注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摄箱 自古就是中药中的极品 它到底有多神奇呢 怎样养殖临摄 才能够多产摄箱呢 取一次摄箱 真能赚到一万元钱吗 科技院下期讲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